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教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去看咱们做了一半摸摸引擎 对不对 这几个咱们将它完善 这几个就是最主体的内容 看一下上个课我们定义了一个模板文件 这个板式里边需要显示两个变量 一个是标题 一个是内容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PPP的文件 PPP文件从数据库获取到了两个数据 需要在这个模板中显示出来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又在PPP里边包含了smart的这种 自己做的smart对不对 自定义的模板引擎 创建对象 然后利用这个引擎像摸板里边 摸板需要显示什么变量 像它C什么变量 对不对 分配配过什么变量 然后并指定用哪个摸板去显示这些变量 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上几个内容 那这句话我们去看一下 不过把引擎里边这两个方法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咱们这里边是从数据库获取完变量之后 是不是先分配的 对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呢 我现在还没有加载到模板呢 对不对 那就先分配的变量跑哪去了 对吧 咱们想一个招子干嘛呢 把分配的变量先存到smart的引擎里边去 对吧 先存到这里边去 然后呢 我们在包含的时候用的时候再把它给模板 就是对点吧 那现在把这变量放到引擎里保存着 那引擎里保存着是不是就得用属性保存的呀 所以我们声明一个私有的对不对 私有的一个变量VRS 它是一个数组 为什么是一个数组呢 对 因为它能放多个变量 是不是啊 所以给它一个多数组 那这里边呢 我们就很容易做了 让大老夫这一次里边的 大老夫 VRS VRS变量对不对 第一个参数就是变量明 然后值就是VR VR有一个值 看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分配的时候指定了 这个必须是自乎串 因为只有自乎串才能作为数组的下标 你看这意思吧 你要如果只能变量的话 这变量也得是自乎串 对吧 你要变量是个数组 或者什么的话 直接放在这是不是就跑了 所以咱这都是显示的显得是自乎串 然后放到这里边 现在我一执行这两个变量 就能存到这个对象里边去 那是不是能存进去呢 我们只要怎么呢 用VDUNK 打印一下$Smarting 你看 在没写上之前 我打印Smart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找到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 反问一下 然后靠下边TES-PIRP 有一个错误在第六号 在TES-PIRP的第六号 这块写错了 来我们看一下 看到这里边对象对不对 是不是有个标题 这是一个测试 那种是这个 是不是现在我不管分配多少个 都能装到这个数字里 对不对 我分配1万个10万个 是不是都可以 当然一个页面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然后下一步 我已经分配给他了 这方法就算想完了 当然需要优化的很多 比如说变量名不能为空 或者什么值不能为空 这些东西 咱们是不是都可以判断 咱只是为了明白原理 对不对 咱先不管这些 然后显示的时候怎么显示呢 看 显示的时候 显示的时候怎么显示呢 我至今应可录的包含定模板 包含定模板怎么能把这里边的变量 换成这里边的变量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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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需要替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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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这个变量 对 找到这个变量 对不对 对不对 他里边显示这个变量的地方 我把它换成这个变量的输出 对吧 所以咱怎么办呢 做一个正则 做一个替换 比如说 正则 正则 先匹配什么 变量没有是区分大小写 对不对 如果要美国不区分大小写 我们可以这样 但我们最好是区分大小写 对不对 然后 两个定届符有了 里边是不是变量了 为了能在单眼号的显示 到了我们可以怎么办 放在单眼号里边 对吧 里边变量 TITRE是不太多 需要匹配的 是不是得匹配一个 这个 对吧 然后 这边 你看 匹配的Dollar可以 但是我说过 这块匹配的斜正则 是不是可以有空格 两边可以有空格 对不对 可以有多个空格 那空格是斜杆S 对不对 可以没有 可以有多个 行不行 对吧 后边这块也可以什么 斜杆S 行 这样的话 两边是不是可以有空格了 但Dollar 在变量明之间 不能有空格 对不对 那变量明我们怎么匹配呢 不能以数字开头 对吧 不能以数字开头 我们就是进入个综号 对不对 小A到小Z 大A到大Z 对不对 然后这块有一个了 然后并且怎么办 再来一个 这块是 可以下方线开头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再斜杆W 是一个字 对吧 然后 行 看一下 就是必须变量明 都有一个字母 或者下方线 对吧 当然你可以匹配中文 那实际变量的 实际变量的证则 你可以找到PP的手势 对不对 然后它的变量证则什么样呢 我给大家给稍稍看一下 我们目录找一下 语言参考 找一下变量 基础 看 这就是它的变量的证则 看到了吧 我其实语言风不动的 可以把它怎么搭 对 站在这边来 从 这个地方 一直到 这个地方 看一下我有没有写错 到了红 括号 括号 你看 里边就是 你可以这些开手 对不对 后边是不是也可以数字 对不对 还可以有一些 其他非字母和数字的 一些括号 对不对 都可以做变量明 这就是我们变量明的 证则表达式 对吧 那有了变量明 证则表达式 现在你看 我们 接规号能匹配到 变量能匹配到 对不对 把匹配到的 替换成什么 替换 是REP 对不对 换成什么呢 监控号 PSP 换号 监控号 然后 IQO IQO什么呢 看一下 对 IQO 这一次里边的 这一次里边的什么 VARS S 里边的 变量明什么 变量明 这里边变量明 是不是VRS 然后里边的名称 是不是就这个变量明 分别过来 对应上的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括号 对不对 斜个 如果外面说一下 两个斜方形 是不是把变量明匹配过来 对不对 那这话我们 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匹配成功 我们再替换一下 好吧 替换一下 什么呢 是PREG 下号线MATCH 这是匹配 REPREC替换 将这个正则找到的东西 换成这个内容 对不对 换成这个内容 然后哪里边都换成这个内容 在RTMR整个一面换成内容 对不对 换完之后 是不是一个新的内容 新的RTMR 对不对 这个新的RTMR 我现在只要一处理就可以了 但是咱们管存最好 有一个单组的文件 所以咱们把替换内容 File PUT 斜杆 CNTNS 保存到一个 把这个 保存到一个新的文件里边 比如说TPR NAME 然后后边连接一个 比如说.PRP 对吧 咱们一时写着一个 一会咱们再改版 然后 NEWRTMR 是不是现在把匹配的内容 保存到这新的内容里边 咱现在不管别的 咱先看一下能不能保存上 相信一下 没有输出对不对 你看多么多一个DEMO.PRP 咱看下里边替换成功 你看 把所有的都替换成这样了 对不对 但是替换的不对 因为什么呢 这个标题 身外这里有单眼号专眼号 对吧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点点插照 把替换的内容这话 对 对 我们改一下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外层加个单眼号 对吧 因为外层双眼号 里层加单眼号 这回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出现这文件了 这文件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文件 是不是混合似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只需要显示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再下转 什么 英格录 包含 T 包含什么呢 这个WTPR NAME 点 连接的这个点PURP文件 是包含这文件显示就可以了 那你看一下 我们页面上能不能出现 我们想要的结果呢 你看这是一个标题 这是一个标题 这是内容 对吧 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在这里边我们再想 声明音变量 DIV 假如这话用一个 Hello 鞋盖 DIV 看到了吗 然后呢 是不是有个Hello变量 前边别忘记 道乐福 因为咱们匹配的时候 是不是有道乐福 对吧 那我在这话 随便再分配一个 在Test 点PURP里边 你看 我随便 Smart 对 ASI 金 分配一个 Hello 对不对 只比如说 WRD WR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块有个WR的出来了 对不对 上面是数字打印 那这样的模板眼睛 是不是简单的 只听完变量 到时候就晓了 对不对 但是这里边咱们还学有油画的地方 什么油画的地方 比如说 如果 我把文件和PURP文件 在一个目标下好吗 假如说你一个项目里边有几百模板几千个PURP 对不对 所以咱们在这话可以指定什么 要指定路径 比如说 就固定了 假如说模板必须放在TEMPRATES目标下 对不对 放在这个目标下 对吧 把编译后的文件放在当前目标下好吗 是不也不好 所以我们把所有编译后的文件放在COMP 就组合后的 对不对 S目标 对吧 当然先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 这个页面是不是就有PURP成的 Smart成的 模板是不是都在这里边 像组合后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话稍稍加点处理 什么处理 看 模板文件名 对不对 当然这个目标如果想改造 可以用一个成员属性 那我这先写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的呢 模板文件 TPR 内部 对不对 等于 哪个目标呢 当前目标下有个TEMPRATES 这个目标下 有一个 当中的TPR 内部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编译后的文件是什么呢 比如说 编译后的COMP 编译后的文件 咱们是在哪个目标下 当前目标下 COMPS 是COMPS 对不对 这个目标下 让是什么呢 是这个模板 文件名 先放上这 因为下边模板文件名 是不是咱们已经这块组了后了 文件名点连接到下发现COM再点PP 就随便你写的对不对 有一个后缀 这样的话就知道加载是哪个模板 看到了吗 这是编译后的文件名在这来 然后下边把所有有文件 编译后的文件名 新保存文件名 这时候变成什么COMFile 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包含的是这样 COMFile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上面是 现在我这只是切换两个目标 这几条是替换 和一个保存 对吧 下面就是保存文件 这边是包含上面是声明文件名而已 这几部分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现在反映一下 小心一下 内容一样能显示 对不对 但是看一下 我们编译的是不在这 对 编译内容是排这样 分开 是不是效果就好一些了 所以越优化越好 那能再优化 现在想象一下 什么 我现在每刷新一次 每刷新一次 对吧 这个文件是不是就重新生成一次 对 那我们一改成就 那也生成一次 也就是这个组合过程 现在咱写模板 像是拿个组合过程 生成这文件 每次都在执行 对不对 所以他说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了 就不要他再用smart 再处理一遍了 这就好了 好一些了 也就是在咱们这程度里边 在交流的地方是这的话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这边可以那么短 如果谁文件呢 COM 对 File 小号线ES I-LTS W-C-O-M File 如果文件存在 加个出现 怎么办 不存在 我才打开这个文件 再重新包含 如果存在了 这些我就不执行了 对吧 那看是不是这样了 咱就看一下修改时间就行 先看一下属性 时间是 修改时间是39分45秒 对不对 我们再刷新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39分45秒 说明这个文件是没新件 对 是吧 现在这样 这个文件存在就不改 假如说我用不住这样做 在这儿 假如说用不 这个模板文件 看一下 模板 文件 他对这个模板 文件的有感动 对吧 比如内容这块 内容这块 我说这么多 对不对 文件存在是不是就不不变 不变 那边就不会重新阻隔 不会重新阻隔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变更新了 对不对 所以这块还什么时候更新呢 就是 模板文件 有修改动作的事 如果有修改动作 谁的时间会变呢 模板时间是不是会变 对吧 那 咱们最开始 按照咱们这个流程来说 你看 按照这个流程来说 模板是不是先写好的 对不对 PAP处理完 是不是新生成的文件 所以这个生成的文件的时间 应该大于模板文件时间 对吧 但是如果模板文件有改动 模板时间是不是就会大于 这个 组合后这个文件的时间 那他模板文时间大于组合后的时间 就说明 我把你给改造 对不对 那就需要重新生成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咱们只需要在这块用什么 再加一个 按照 这块或者什么 对 File MTIM谁的时间 CO 而是TPL NAME 它的文件的修改 就是 我把文件的修改时间 如果大于了 FileMTIM 组合后的这文件 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也重新生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我现在再刷新 这就不会了 只要两个时级的时候 这个文件会重新生成 还剪达两世纪吧 编译文件 这块 你看 编译文件不存在 的时候 重新生成 我们刷新一张 对吧 就是生成了 或者是 模板文件有改动 有改动的时候 重新生成 那这就是我们 最简单的了解 模板引擎原理的 对不对 那这些呢 就是接近Smarty的用法 所以当在学Smarty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对不对 自定模板引擎 当然了 这功能说 模板引擎就这点功能吗 不是的 因为我这边只替换了一个变量 对不对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模板中使用数足怎么办 循环怎么办 简单的一幅判断是也得需要了 对不对 这也怎么办 那你就需要替换多个 对不对 那都是在这处理的文章 就是写各种政策 然后替换一个多个 对不对 那咱们这一课是原理 对不对 让大家找到模板引擎 并不是说讲政责的课 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那下这课咱们就用一个自己定义的 接近Smarty 30%功能的一个程序 对吧 咱们来更深入的了解 模板引擎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接下来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